今天随着我镜头,咱们继续看天津 我现在河西区的南北大街 路边的这个是光华剧院 我今天就顺着南北大街,由北往南走 前两天我去了洪桥的洋庄子 今天咱们来河西区的洋庄子来看一看 洋庄的这个地名是老地名 现在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洋庄的这个地名了 大体的位置就在这个南北大街的中段 以前那里是棉坊六厂 也就是那个有名的三顶 这个棉坊六厂的前身就是范竹斋 在1919年集资创办的北洋沙场 现在前面还保留着一个旧址 就在小微地道和南北大街交口的位置 过大桥的桥下 那里是北洋工坊旧址 原来我记得这有一排老的平房 破百不堪 后来那个老的平房被拆了 现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小的公园 并且保留了北洋工坊旧址的字样 以前那个老的北洋工坊旧址还在的时候 就是那个破百的平房还在的时候 它上面是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 为那个工坊遮风挡雨 就像我们图片里看到的 北洋工坊始建于1920年 是北洋沙场旅工的工坊 北洋沙场原来有石牌旧工坊 新中国成立之后改成了居民区 1985年全市开展微楼平房改造的时候 大部分工坊都被拆了 当时只保留了第四排的六间平房 好像当时说的是要改造成遗址展览馆 但是随着时间的退移 那个房子年久失修 最后不得不拆了 北洋工坊的全名叫 北洋工坊三级跳坑 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 因为当时的胡同比马路低 院子又比胡同低 然后屋子又比院子低 所以这就是天津老百姓俗称的三级跳坑 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普遍 因为房屋破旧不断沉降 路面不断加高 就形成了这种状况 房屋的地面要比院路低 院路地面又比胡同低 胡同的地面又比马路低 赶上下雨屋里就进水 当时是备了好多喷喷喷喷往外淘水 这处遗址的保留就是为了纪念 那段居住条件差的艰苦岁月 所谓是易苦思甜 改造是在1986年完成的 改造之后 远北洋工坊的地面上建起了楼房 现在这里是北洋新里 北洋新里五号楼的旁边 就是北洋工坊旧址的那个排放 北洋这个词最开始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1861年当时清廷设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 李鸿章就任支离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简称北洋大臣 和北洋大臣相对应的就是南洋大臣 南洋大臣是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 由李鸿章起后来的什么北洋三军 北洋军阀和北洋大学 都是与天津有关系的 所以当初这个沙场起名叫北洋沙场 严谨一概 这个简简单单的名字 很好的就说明了这个沙场所处的地理位置 所以这个北洋工坊就来自这个北洋沙场 以至于后来这个建起来的小区叫北洋新里 都是从这个北洋沙场排升而来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现在天津的海河 这里是国泰桥 我现在正在骑共享单车 我新换的这个手机镜头是有稳定器的 即使骑车再晃 拍出来的画面也会很稳定 在镜头的右手边 往这个方向 那里有一条岛叫宁波岛 在那有一座历史风魔建筑 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 现在我在海河畔 这里是台儿庄路 海河沿途的风景非常的美 远处的那个桥是植枯桥 也就是凤花桥 在我身后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座历史风魔建筑 就是现在镜头里拍到的这个 这座建筑是原丹麦驻天津领事馆就职 曾经也是少帅张学良的内宅 它的位置是在台儿庄路和宁波岛的交叉口 门牌号是宁波岛一号增三号 前面有几棵树在那挡着 拍不出它的全貌 一会儿我走近来看看啊 好 我现在在宁波道上 这座原丹麦驻天津领事馆就职 曾经是张学良的内宅 张学良和赵玉迪 曾在这短暂的生活过一段时间 这座建筑建于上世纪初 是一座典型的德式风格的 砖木结构二层楼房 局部有三层 并且带有地下室 总占地面积有1432平方米 建筑面积有1735平方米 全楼总共有房间42间 并且每层房间之间都相互联通 这是它文保单位的标牌 现在这里是重点保护等级的历史风暴建筑 这座建筑现在外观看上去比较破败 但是据说它的内部结构保存的比较完好 室内的布局相当的考究气派 这个小楼是在1928年前后 曾经作为丹麦驻天津领事馆使用 现在它的用途是天津市一清总公司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并且有一部分还是居住用房 这个小楼的外立面是基砖清水墙面 并且开油面积较大的方窗 使它内部采光非常的好 顶部是破雾顶 据说在这个楼的入口处 有四扇十字形的旋转门 至今还在使用 这座小楼是一座典型的德国外廊式的洋楼 在这个建筑的入口处设有穷顶式的外跨式的前廊 并且在一楼还设有共享大厅 二楼还设有环廊 据资料记载 这个洋楼内部的护墙板 楼梯还有地板都是木制的 并且房间内部还设有欧式古典壁炉 以及英式的暖气设备 那个欧式古典壁炉上面还有精美的雕花 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 二者兼备 在天津一提起张学良久居 我们就会立刻想到位于赤峰道上的少帅府 没想到在海河边 河西区域的宁波道和台儿庄路交渣口 还藏有这么一座张学良内宅 如果您有机会路过这的话 可以停下来看看 好 我现在又回到了宁波道上 现在这里拍到的是这座 原丹麦驻天津领事馆就址的侧面 好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咱们下个视频见 自己健康嘛 宁波道上消息 谢谢观看